字幕由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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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欢迎收看正正有词 我们常说两家结婚 那叫永结情敬之好 OK 情敬真的很好嘛 没有了 后来只剩情了嘛 是不是 OK 可是结婚 大家总喜欢说这些祝福词嘛 但是以前讲的好 就算两家永结情境之好 那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如果真的嫁进来以后 也会有所谓的婆媳问题 一直延伸到现在 你没有发现很多年轻人开玩笑讲 如果要结婚的话找 对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大概是这样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如果还有其他兄弟姐妹 这些亲戚呢 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呢 从最近好政治人物 立法委员徐晓星 那晓星呢 因为他的先生的姐姐叫大姑吧 因为大姑跟他的先生两个人 大姑跟大姑夫两个人 因为涉案 然后涉到诈气的案子被收押 OK 但这整件事情 那也把晓星整个给扯进去 那在政台里面掀起了一段的风波 甚或你看到晓星有一天 哭倒在另外一个立委那 就讲说 后来讲这关他什么事 可是就是旁边这些亲戚 不是吗 如果真的算起来亲等的话 二亲等你怎么办呢 那就算你跟那些事情没关系 政治就这样大家都要扯 那你如果回到 我们自己的生活世界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婚姻不是你跟你老公 或你老婆两个人的事情 OK 婚姻是两家的事 婚姻是所有这些亲戚朋友 全部加起来 人家好 你不见得好 但如果人家有事 一定会扯到你 那会不会有很多的婚姻 是因为这个样子被终结的呢 好 现在节目现场 为你要请到一些特别来宾 从立法委员许小金 这件事情一路到 看看 现在的婚姻 真的都是因为这些亲朋戚友 带来的事吗 来 一开始为你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周边第一位支持媒体员林玉峰 大家好 园艺网红 Aurora 初晨好 大家好 智商信仪师卢美文 五哥好 大家好 律师苏嘉宏 五哥好 大家好 好 来玉峰 是 就挑战了这件事情 到现在都还闹得沸沸伤伤的 而且这件事情 已经开成地图炮了 这个东西是怎么出来的呢 其实是有人去假冒 这些财经名人 然后去网路上面诈骗 结果诈骗之后 大家就去报案 报了案之后就发现说 后面这一组人很厉害哦 不是一般的诈骑车手 拿这个洗款卡去 Saven去全家居里面领钱 很快就被抓了 他们是后面洗到了一间公司 而这间公司呢 是有登记的 有商业登记的 好 商业登记之后呢 他再用这种方式 去洗他里面的钱 洗完钱之后呢 再抽成之后 把它送出去 所以这算是有一个 技术成分在的 并不是犯罪小白 然后去查下去 就找到了这间公司 然后呢又找到了他们后面的 真后的老板 就开了鞠票 然后呢刑事局 啵啵啵啵啵啵就去鞠了 去鞠了之后呢 听说啦 后面就听说了哦 听说嫌犯 感觉上大猪灾 也是蛮有气势的 然后呢 就隐隐约约有透露 他们后面有认识一些人 那很多的犯罪集团后面 本来就懂那些真实人物 到底到底还好 后来呢就慢慢的 好像似有若无的 讲出来了立委的名字 结果呢 这个东西传出去之后呢 竟然开花了 竟然是许小新 社会线的记者 那时候还觉得 怎么会这么准 怎么会刚好中 正式线的记者说 等很久了 怎么会遇到这个事情 帮诈骗集团 开公司洗钱 短短几个月洗了2700万 这些都是人民的血汗钱 2700万洗进去之后呢 以一般来讲的话 他们大概可以抽8% 2700万的8%也200多万 后来大家就去问许小新 许小新就说 跟他没有关系 这个人呢 是谁呢 是他先生的姐姐 跟他先生姐姐的老公 这个够远了吧 那时候我们那时候 在处理这新闻的时候 就觉得说 那这个不太差 那你读点这种事情 结果呢 以为一天的新闻 第二天炸开了 然后呢 他就说 你先生的姐姐 在干诈骗集团 你不知道 那许小新就说 我当然不知道啊 其实简单来说 许小新的想法就是 这是两家人 我跟我先生 组成了一个婚姻 那我们这是一家人 那他跟他姐姐 那是他们自己一家 那他姐姐 跟他姐姐老公 那不是一家吗 然后就说 我们早就知道 他们的那个状况 有点不好 然后呢 甚至我们也是被害人 对方还说要 要对他怎样怎样怎样 可是好事的网友 就去找了 你们有不相往来吗 在脸书里面就找到 就是许小新在 在选举的时候 那那个姐姐 那姐姐长得很漂亮 就是还有来按赞啊 什么的 所以呢 那个东西就有被网友 就是特别 这怎么能这么漂亮 截图下来 截图下来 等到这个诈骗案发现的时候 他就说 又回头去质疑许小新 那你们不是说 你们不相往来吗 人家怎么会来按赞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路这样子 地图炮开下去 结果现在已经开到没完没了 那除了许小新之外 有另外一个网友 他还在脸书上面 也在抱怨一件事情 他加入他先生的家里面 然后呢 那时候觉得说应该还不错 公公婆婆 感觉上对人都蛮客气的 可是呢 他一结婚之后就发现说 哇 你们家怎么 还有三百万的房贷 可是这三百万的房贷 离奇的是 他的公公婆婆 在婚后就跟他提到说 希望可以还掉 那这个女王友也觉得说 好啊 那大家就慢慢还嘛 对对 你们要加油 结果发现不是 是他要加油 他说 那关我什么事啊 这房子当初买的时候 是你们买的 简单来讲 那也是婚前财产啊 可是他老公就是说 那如果爸爸妈妈希望还掉 你可不会帮帮忙 后来就把他那个积攒出来的 积蓄 原本要拿去度蜜月 然后那个以后的小朋友的教育基金的 一百万拿出来 还了之后呢 公公婆婆还是不满意 三不五时就说 那还剩下一些 你还不要跟小叔 亲亲的 就把他给还掉 所以后来这个女生 又跟他的娘家 又拿了一百万 小叔拿了一百万 整共批托托托的 三百万把他还掉 还掉之后呢 公公婆婆对他超级客气 而且说 你是我们家的恩人 类似是家族的救星什么的 比较烦恼的是他的小姑 小姑就常常回到他的娘家卖产 然后他没有钱缴学费 东庆一点 那不然就说 你们家的那个小朋友的衣服好漂亮哦 你们穿完之后 可不可以送我们穿 那你想这个怎么好意思 那当然以后就是 我在买的时候 多买一套 你不好意思真的自己 穿一穿给人家穿嘛 好 过了半年 小姑只让他觉得烦 大姑回来了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坐在外面啊 他先生啊 也是做生意被捣账啊 急需要两百万 那这个网友就想说 哇怎么这么刚好 你们是诈骗集团吗 动不动就是一百 就是两百 就是三百 好 那那时候他的公公婆婆 就坚持要把还清的房子 再去借钱 那他就想说 那这样不对吧 其中有两百万是我还的 我还的我怎么可以 你又拿去借钱给你的女儿 大姑是婆婆的女儿嘛 对不对 那这样子不行啊 就没想到公公婆婆就说 如果你这样子不愿意的话 那你搬出去 那这也很奇怪啊 这个房贷是我还完了 怎么会是我搬出去 所以就为了这事情 就闹僵了 那最后怎么样呢 公公婆婆当然 向着自己的女儿啊 还是借钱了 还是贷款了 然后呢 给大姑 只留下这个 难过的这个女网友 OK 你知道这些就是 就是当这些亲人说要借钱的时候 或是有钱需要的时候 而大家都知道你刚好有一笔钱 对 那你怎么办 你告诉你 拿不拿出来 你有没有碰过这样一些状况 前面巧新的那个状况 对 巧新那件事情已经延烧到 各位知道 因为政治就是这样 当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扯上这些 就不是你一个人事 不是你一家的事 是两大阵营之间 大家开始互干的事 OK 那巧新的个性 他自己号称蜜欢嘛 对不对 各位你知道 蜜欢这辈子只有两件事在做 一个在干架 一个在干架的路上 巧新从来也没怕过人 他自己说八个字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他就是这样的个性 对 所以一路延烧出来就 好吧 已经从这件事 因为过程当中 巧新说他有帮他婆婆 去垫付 前面说垫付 后面说那是个赠语啦 大概一百万 就讲说有利息方面一些的问题 他帮他处理 然后现在又扯到整件事情就扯到包括房子 然后因为又是跟台北富邦借的 借的钱 那台北富邦各位知道是属于台北市政府 有十几%股份 那绿营的人就直接跳进来 就开始弄这些 然后中间这是本案 本案以外 中间又出现 你一定最近新闻有看到 那个巧新的衣服 到底值多少钱 然后手表值多少钱 然后连美人都要被扯进来 余美人就直接讲说 没有没有没有 巧新那一套 人家做LV的衣服是他送给巧新的 不是LV 接下来正谈大家就开始每个人的衣服 然后每个人的 有没有财产申报 因为超过二十万的话就有财产申报 到底有没有这些 然后现在又到巧新 因为巧新他们家以前是开早餐店的 她是早餐店女孩 有没有 然后这些人出来以后 然后绿营就讲说 你到底是不是早餐店女孩 竟然回头去爬梳到他们家以前早餐店 有没有报税 巧新就讲 早餐店不用报税好不好 他是例外产业 他赚没有这么多 然后讲说那巧新又 你又讲说你们家一天可以赚两万 所以你知道这整件事情已经不是单纯这样 但他从头到尾 巧新讲的有一句话 是在事情大概蹦出来的一两天的时候吧 那巧新有一天在媒体上面他就说 他对这场婚姻有点后悔 当然他有讲说如果他先生有涉及到任何这个事情他一定离婚 他自己如果有涉及到你们查他说没有 他如果有涉及到任何事情他就请辞 他现在如果涉及到他就离婚 但是因为他讲的那句他有点后悔这样的婚姻就是 意思就是不是我的事 然后因为他的先生的姐姐跟他的姐姐的先生的事 他觉得好委屈 各位你知道这中间还扯出另外一个人吗 他先生的姐姐的老公的咕障 是不是一个通级要犯 各位你知道这咕障有多远吗 我那天在节目里面就讲说 大家不要再扯这些东西 我把它再绕口令讲一次给你听 那个咕障你把它换算成所有的关系就是 晓鑫他先生的姐姐的先生的爸爸的姐妹的先生 我们需要那个啦树状图啦已经乱掉了 怎么样律师这个学得很清楚吧 可是这就是婚姻OK 这就是婚姻来家宏第一个怎么办法 晓鑫讲说他有点后悔这个婚姻 当然他的意思是说不关他的事 我为什么全部都要整进来 那如果要他讲说如果他老公有扯到 他就一定离婚 那如果扯到的话 这可以构成离婚的一个理由吗 那中间的钱 尤其刚才小峰讲的另外那个 你们大家要借钱的 要什么钱的都要我来垫这些 到最后如果大家真的不爽要吵到离婚的时候 我会说来都还回来 今天你说我先生他如果这样的话 我一定离婚 我觉得这个表示什么 他就是有离婚的意愿 因为他觉得这事应该没关 可是法官是不是这样看也不一定 因为其实结婚的时候先生说不好意思 这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那是我的家人的事情 那法官就觉得对这个东西太远了 有时候不是夫妻两个人 真正的这种相处不来 而是别的因素 法官就不一定会判离婚 不过现在因为离婚的条件 只要有一方不愿意的情况下 对方万一也是同意的情形 那是可以协议的离婚 所以还是要回到一个本质上 如果今天夫妻碰到这问题 还是要一起来克服会比较好 那么如果今天是一个公公婆婆 一直要媳妇出钱出钱出力 然后最后还是要再两百万不够 再两百万 这个还是要回到法律的原则 他毕竟是公公婆婆是来尊敬用的 不过钱是自己花 不是 钱是要自己保管 可是公公婆婆要尊敬 什么意思呢 是公公婆婆他们需要的时候 当然我要尊敬他 不过钱要自己好好保护着 万一今天钱是你的话 你借人家的时候 如果今天你要离婚要不要带走 一定要带走 也就是今天我是借钱给你们用的时候 那今天我要走了 我可以依照法律规定 因为虽然我是媳妇 我是太太 并不代表说媳妇太太就要帮这个家里 撑下所有的大忌 要把所有人不用 他毕竟他还是因为结婚的亲属殷勤 所以如果真的要离婚 那就要怎样 那我就可以要求两百万 那可不可以付加利息呢 你凭什么说那两百万是借的 那就是你要送我们的 孝顺丰国 你孝顺 你知道他很尴尬的就是我是媳妇 我帮你们处理这些 我怎么样去在自理行间之间留下说 这是借的 因为我怎么能讲 看好 这久的 如果可以麻烦写个借据来 所以对那个媳妇来讲 怎么样能够在以后 如果真的大家翻脸 要能够证明是借的 要把钱拿回来 不是很重要 这问到关键 对那个媳妇来讲 怎么样能够在以后 如果真的大家翻脸 要能够证明是借的 要把钱拿回来 不是很重要 这问到关键的 有时候不好意思说借 对不对 这个先挡着用 以后有的时候我们再来想办 挡着用 先挡着用 我们先挡着用嘛 对不对 这些是挡着用 这事情我知道家里面利息比较多 没关系 那之后我们这自己之间 自己人可以暂时先不用什么 计算计较这么多 我们不要计较这么多 但是你的自理行间 就不是我要送给他 所以千万不要说 这送你了 不要紧了 我们自己去接 有时候不要跟着话讲 对 真的我们这个可以这样 我知道爸爸你们很棒 那我也会愿意出一份力 那就这个先挡着先 没问题 那后面再怎么说再来算 OK 可是这整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常讲 结婚不是两个人事 两家的事 最怕的是这个两家的事 其中有一边如果像 好 譬如说像小新出的那个情形 他先生的姐姐跟他先生的姐姐的先生 然后两个人出这样的一切状况的时候 大家就不只是政坛会把你 因为你一定会有对方的一些阵营的人嘛 一定会扯你们嘛 但除了这个以外 你自己这样的亲戚以后 平常讲就算婚姻是保住的 但这个亲戚恐怕大家以后很难做吧 是 会相对比较难 我们其实在谘商上 我几乎每天都在听到这种 迎亲造成的问题 我们这期可以聊八小时 对吧 尤其是我一定要讲 有时候公婆偏心的时候 作为媳妇 或是就算你作为一个女婿 我们就好想要去讨好 好想去修复 好想她转过来 但是她偏心她没有感觉 你去说她偏心她反而觉得 哪有哪有她反而会更愤怒 她会觉得你计较 没错 而最惨的是当你在透过讨好 例如说缺钱垫一下之后 下次还是找你 那你去帮忙付出多一点 下次还是找你 其实公婆是没有感觉的 可是不管是我不垫 会不会这个婚姻 你知道以后他们就会在我老公面前 然后或是私底下就一直不断讲 你看嘛 我就不是没有钱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是不是你们刚送三百万 是不是我知道嘛 有钱不拿出来 看着一家人 现在在难关苦成这个样子 有意义吗 所以这个重点就是 夫妻之间要有共识 而且有底线 例如说刚刚安立宗的媳妇 她跟先生之间 老公老婆之间有没有共识 老公跟老婆其实是新的 自己组成的一家人 财务上是跟原生家庭独立的 像刚刚苏立宇讲到的 钱放口袋里财不漏白 财不漏白不是只有在马路上 其实在家里也是 不是说要很对父母苛待 而是说你有没有一个底线在 你当然可以讨好你婆婆偏西 你还是可以讨好她 可是你的底线在哪里 一定要先设定好 甚至我都建议 最好如果可以 在结婚前就先设定好底线 你可以付出当阿信到什么程度 你能给钱给到什么程度 先设定好 才不会让人予取予求 OK 像刚才那个前面都付了 然后到最后大姑来的那一趴 一次就要洗走 对一次把钱全部都弄光了 那这时候呢 她如果真的是钱很多啦 钱很多她可以不计较 但我一定要强调 你再付下次一千万还是找你 所以这个时候物理拉开距离会比较好 而且这时候为什么奇怪 先生都是隐形人 这些故事里先生都去哪里了 开玩笑 这时候一定要躲起来 对啊 是先生应该要出来扛这件事情 对 先生才是跟这个大姑 他们才是平级 他们是出自一个家庭的子女 不是由这个媳妇来扛这件事 对 可是每一次关键的时候 从婆媳问题开始 一直到现在讲 所有因新造成一些的问题的时候 先生这个时候一定会出现 一个必然的定律 消失 对 这时候千万不要讲话 对 然后哪里两块往哪里去 等到事情解决以后 你会发现 她又回来了 然后这时候我回来了 OK 可是我不知道 如果你是刚才要付钱的这个角色 然后最后婆婆跟那个小姑的 那个一百万什么都付了 对不对 最后大姑一把眼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回来 两百万 付不付 我真的没有办法 你有钱 我有钱我也不付 你愿意给我爸妈 对我愿意孝顺我爸妈 她不是你爸妈吗 婆婆也是你妈 这也是 你需要这样吗 你这个心态 你怎么是彼此的 你进了一家门 就是一家人 可是我也是婆婆的 我也是婆婆的女儿啊 我家竟然我也算女儿啊 你怎么可以偏袒 这个女儿不照顾我呢 对不对 她们穷 你有钱 对 你有钱 我们知道你有三百万 但你觉得 就算你知道有 你还是会跟他们说 我没有办法这样付 我真的就会设一个底线 就像刚刚她讲的一样 就是我没有办法再继续 可是你这样婚姻可能不保 没关系 就不保吧 老公 真的吗 老公呢 老公在哪里 因为这种就是所谓 现在人说的独孤 有独的大姑或小姑 都叫独孤 真的喔 叫独孤 对 独孤 对 中毒越来越深 你以前 因为你在节目里面有分享过 你以前那段婚姻的那个过程 那你以前在婚姻的那个过程里面 有碰到类似像这种要钱啊 或者什么这些 没有 但是我是有毒的公公 对 有毒的公公 因为我公公他就是上梁不振 然后当初劈腿三次这样 所以导致就是我前夫也觉得说 他是受我公公影响 然后就加上当时有一次是我出国 那时候人在韩国 然后呢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然后原来是我前夫的公司 有一个年轻人去跟人家吵架 吵架之后对方的公司就来砸他们玻璃 全部都碎掉这样 当时我前公公就气到说直接 翻枪械要我前夫就是拿着枪械 去对方的公司开枪扫射 对扫射很可怕 所以当时就因为这样 我就全部的行程都打乱 然后损失了很多钱 然后就这样回来之后 差一点连老公都没有 但当时真希望他应该先去犯罪 这样我就这个婚就结不成 这样讲的是军阀时代吗 没错 我们的车上只有球棒 没错 你的车上有枪 他们啦 他们啦 那他原本前面有关过五年 也是因为帮钱公公悲罪 然后在韩国的时候他又差点因为 对 差点因为这件事情 老公差点就这样没有 那后来他为什么没有去开枪 因为我前婆婆就是劝退他 他跟他说要他替我想一下 他说这样子我很可怜 我回来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们才冷静下来 然后没有去做这件事 OK 当时好像听说东西都已经在 移动式军火库了 这位资深社会记者 这样的画面在台湾常出现吗 其实是常出现的 可是比较不长的就是 怎么就坐在我旁边 因为我们常遇到的时候 都是在走星光大道 要移送地检署的时候 我刚刚对你讲话可能比较不客气 不要放在心上 我们换一个话题好不好 不要再聊这个话题 可是说实话 你就讲说殷亲真的有时候 如果对一个家来讲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有人就在讲说 婚姻如果真的要很紧密的话 你要把他所有的朋友都变你的朋友 你要对他的家人 然后都当作那些家人 但你有没有发现婚姻会破裂 有很多的都是因为 都是因为旁边这些家人 那些所谓的姻亲 到最后有钱的问题 感情的问题相处的问题 可是玉峰你说独孤好了 大孤小孤你再怎么还可以讲说 我不管好歹你亲得很算 没关系嘛二人亲嘛 而且你还是我老公的那个什么 我不管 但是公婆呢 对公婆就真的是很麻烦 因为我们在当初不管是嫁出去 我娶进门的时候 你都要下跪都要进茶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就是你把她当自己的妈妈 对爸爸妈妈 那你这时候要怎么怎么处理 就非常困难 我跑过一个新闻 这个女生呢 是在税务机关里面的一个中阶主管 非常的优秀 又是有机会提拔变成市长的人 然后呢她嫁进了一个家庭 那家庭就是一开始都会觉得说 嗯就是正常的 在菜市场摆摊 然后她老公就负责 去找上去去批货的那一种 然后觉得这也是一个美满的家庭 结果呢有一天呢 就有发生了一件事情 她婆婆就在摊贩里面 就说我们要去开个店 以后呢我们要自己的店名啊 不要在菜市场里面了 这样她太辛苦了 大家也都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 婆婆起了一个会 这个会多少钱 30万的会 多少 30万 一会30万 一般三万就很多了 原来菜市场是这么有钱的地方 他们是真的有钱的 好 所以她婆婆就起了一个30万的会 然后呢 第一次开要开标的时候啊 就因为大家都是有钱人嘛 没有人要标 然后婆婆就说 没这样啦 我利息给你们多一点 我来标好啊 然后呢一次就洗了300万走 那洗了300万之后呢 第二天 当啊就关了 大家讲说哇 怎么那么厉害啊 马上去开店了 就开始要去找 没有啊 没有电啊 她讲的那个地方 她根本没有租下来啊 然后呢 她婆婆就跑回南部了 然后呢 她婆婆就跑回南部了 然后直接摊商就想说 那你就是来洗我们的啊 是啊 第一期洗完不见 那不见之后呢 你要去找谁呢 找她老公没有用 她老公就 去这东坡 说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找我妈要去找他 那就一群人 一群摊商哦 就是那个卖水果了 马上把水果箱转过来 就开始写了 抗议什么诈骗 然后就跑去她的水务机关那边 大吼大叫就开始闹 结果呢 她这个媳妇怎么办呢 就出来跟她解释 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就被砸鸡蛋 就说不管 那就是你打管的事情 你打管处理 那公务机关就是这样 一次两次 真的受不了了 这个媳妇没办法 打电话报警 结果警察就说 你也要处理哦 你怎么办 所以警察也是觉得说 你这样子就是骗人嘛 就是你婆婆事情 就是你家的事情 也要处理 后来她的长官看不下去了 长官就暗示她说 要不要先休个假 然后她就说 没关系没关系 我可以 我可以 然后后来 真的太多次了 长官就说 你要不要 调整一下你的职务 你其他的地方有开缺啊 金管会啊 你很棒啊 你可以再往那边走啊 然后她那时候也是想说 应该要离开原单位 不然一天到晚 这些相亲来 也是麻烦 可是她每一次提出申请 最后一关都会被打擦 因为大家就知道说 你那边是有纠纷的嘛 后来她就想说 算了 干脆出国去进修 干脆休息一阵子 结果呢 她跟她老公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她还没怪她老公 她老公先怪她 就说三百万你没有吗 你为什么不帮 你没有吗 你帮妈妈 所以我要拿钱出来吗 对啊 然后这个女生就说 我就是没有 一个公务人员 怎么会有三百万 然后她老公就说 我擦过了 你没有公教优惠贷款 你先去 你这个值得 你先去借三百万 然后呢 帮妈妈过了这一关 反正我们的生意 只要继续做 这蔡西亚 马上他谈 马上他谈回来 可是她就心死了 她就决定离婚了 她就觉得 如果连她老公都这样对她 她就说 那算了 这婚姻她领可不要 所以刚才这一段 美文最重要的是 老公那段话 那个才是压垮 最重要的那一段 真的 这其实是非常非常让人灰心 而且就会看到说 好老公其实你也把我 当成外人 虽然表面上 你把我当成停反机吧 对 就是虽然表面上 你是我们一家人 所以来跟你拿钱 那为什么不是你们自己 兄弟姐妹凑钱 然后来跟我拿 而且还不顾我的仕途 前面受影响的时候 老公为什么没有出来帮忙 那为什么他没有去处理 这些坛商 因为老公照着一般 这种问题的 消失 对SOP准则 就是要消失 一定要等事情解决完以后再出现 对所以很幸好这个主角 他愿意就断舍离 直接离婚 避免后面又出状况 OK 可是刚刚讲到说 明明是他婆婆 明明是他婆婆 捐款钱跑 对 然后所有的账 散到他媳妇的头上去 这个事情要好好小心处理 这不但那个媳妇 钱不能拿出来 而且你知道吗 这事情如果席事 你能媳妇会倒大美 你知道如果有人用你的名义 诈骗的时候你还容认他 然后你也当作没事 表示什么 人家会觉得你就是诈骗集团 反而是什么 反而这件事情是有人说这样 你真的要提出来说 不好意思 这不是我 这个是婆婆的 所以不好意思 要告去告他 我来帮你作证 我来帮你作证 跟我没有关系 那甚至说我可以 有说那这个你不是被害者 对 他如果冒用我名义的话 那你可以告发 对 我说这个不对 那你这样事情的时候 你才会干干净净 那第二个如果说今天 好像风头过了 先生出来的时候 切记钱绝对也不能够给 不能帮他还 因为还就好像说 你外面好像没事 可是如果这笔钱还了 人家知道说你看 背后就是你 那下一次 他用你名义的时候 那完了 那不是 那就是你 你要调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所以铁定 这时候反而是要兼臂清野 保护自己为优先 OK 不过其实刚才讲到说 婆婆这些所产生一些的问题 因为巧鑫这次碰到的问题 在这过程当中 巧鑫自己讲说 他有帮他婆婆 前面讲垫付啦 后面讲说就是赠予一百万 然后说还讲说 有处理一些利息的问题或什么 所以就让绿营有一些朋友 就直接讲说 那你讲清楚 你到底跟他们这里面 是什么样一个关系 你知道就会变成这样 巧鑫就讲说 婆婆那怎么办 婆婆的一些事情 你要不要处理 那你都可以当做不知道吗 这个就我们刚才讨论 就很类似一些状况 就如果要是 你说如果要是你先生的姐姐 他们那是一回事 如果到婆婆 然后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你不动不行啊 可以透过先生处理 婆婆要借钱的 那不然应该是先借钱 我借给先生 有时候这样情形下 要签借据 先生你签给我吗 不然你要救你家 那我们签清楚 那是你要救你家 没问题 那我很爱你 表达是夫妻间的爱 那这样反而很干净 我爱我先生有错吗 没有错啊 他要钱我又跟他算清楚 那他先生救他 不管救小姑大姑还是谁 都一样 那先生的事情 这样我就会很比较干净 OK 可是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怕 其实除了钱的往来以外 没有 怕就是大家有时候 你知道你在台北嘛 如果是有中南部的朋友来 大家就借助一下 借助谁跟你说借助一天的 没错 我没跟你说借助几天 等到有一个人借助以后 接下来就有人上岸了 下一个就跟着上来 有很多时候会变成这样子 是 我有个朋友前阵子买房子 好不容易买 但你知道现在年轻人 其实就是买在 就是要买在北部 只要买比较小 公司又很高嘛 所以他虽然买了三十几瓶 实际上瓶数根本也不到三十瓶 结果见上来把它隔成三间房间 所以那个房间就很小 我朋友跟他老公 还有小孩三个人 其实住大概接近三十瓶 三间房刚刚好 结果这时候 婆婆就说 小姑先生的妹妹 要上台北找工作 毕业了来找工作 因为她来面试什么的 你住饭店 台北的饭店好贵 先住一下你们那边 你们有多的房间 小姑就来了 面试了一个多月 找到工作了 太棒了 找到工作 那就要工作了 下个月才能领薪水 领了薪水之后 才要开始找房子 找房子又好难找 毕竟你看 我朋友他们买那个是 新的房子 很不错 所以小姑从找工作 到就是住下来 拖了半年多都不走 小姑还没走 婆婆上来了 婆婆又出现 请注意他们家 只有三间小房间 就变成我朋友老公 跟小孩住一间 三个人几一间 小姑住一间 然后婆婆住一间 因为婆婆说要上来 帮忙照顾小孩 照顾小姑 所以一间二十几平房子 寄了一堆人 重点是贷款 还是我朋友 跟她老公付 然后头期款是他们付 他们拼死拼活 在养这个房子 然后你也不敢开口说 那婆婆什么时候 家里面的那个花草 要不要回去照顾一下 没有 婆婆来台北之后 就住下来 为什么 因为她发现 她的事业可以推展 什么 婆婆是卖药的 就是那种 婆婆有参加那个 地方的那种宫庙 他们会有一些什么仙丹 黑药丸 对 就是有点像电台 但它是来自公庙 还不是电台 所以它是有稳定货源的 就公庙就是出产这种药 保甘丸 通常一定有壮阳药 对 一定有壮阳 对 壮阳 它有效吗 我怎么会知道 你有关系吗 你也很厉害 壮阳药 还有减肥药 而且据说还有什么 增加魅力的 我就想说 吃药还可以增加魅力 对 然后就有很多种药 因为是社区 婆婆又很会那种 很快就跟大家就混熟 他就开始在社区卖药 这一栋楼卖完 还到旁边的栋楼卖 而且减肥药真的很有效 壮阳药我是不知道 但减肥药卖得非常好 这件事情就扯了 有人吃了这个药 食物中毒 送医 有人吃了这个药 食物中毒 送医 一食物中毒 卫生局的人 其实马上就会来查 马上就发现 他吃这个来路不明的假药 假药是有行责的 对 警方就上门了 原来是婆婆在卖这个药 他家就像仓库一样 因为药要从南部寄上来 所以连我朋友跟他老公 他们每一个人都要被询问 觉得说是不是涉案 你们一起在这个家庭工厂 制作假药然后卖假药 那真的是超级倒霉 然后朋友就焦头烂额 差点就是都要离婚了 因为就觉得你们家这样子搞 后来老公终于不消失了 老公出来处理 勒令小姑赶快搬出去 婆婆赶快回南部 这件事情婚姻才保住 OK 偶老如果是你会答应小姑跟婆婆这样上来吗 没有 其实我前婆婆跟前小姑人都蛮好的 我真的会让他们来住 可是如果后续发生这种事 真的还是需要老公出来解决 可是你不要讲后续那个要的事 光前面讲 为什么每个人刚刚要特别强调 只有三个小房间 很小 结果搞到最后是他们两个人各住一间 你们一家三口 挤在一起 挤在一个小房间里 这样子要挤 你遥遥无期 你不知道你要挤多久 天哪 这家家有本难念经 我觉得这种真的是独孤跟独婆婆 很重要 你到最后受不了会翻脸吗 我会 我一定会翻脸 我光厕所跟我共用 我就会翻脸 OK 可是像这种事情 刚刚讲这个老公有出来 就是老公解决的 最后最后 对 一方如果是你们家 我应该比较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反正我房子多 对 各区都可以选 对 但是如果他不付我租金 我就会比较难过 对 寄付要付租金 可是他既然都已经有工作了 然后第一个月有薪水下来 第二个月才拿得到 没关系 第二个月就会开始寄付租金 妈妈就没办法 是照吞的 是不是 一定会是这个样子 OK 那这些所有的状况 大律师如果你呢 我会觉得要大义灭亲 大义灭亲就是说 因为大义灭亲主要是 也是为了整个家庭 因为如果你看 我太太不开心 那我一定不开心 你说一两天 也许大家挤一下可以 可是那我会怎么做呢 我一定要 我会帮他们租更好的房子 不好意思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比较久 你如果租个 你要租个半年或几个月 没问题 对不对 我们出钱 我帮你租个房子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 你要有个切割比较好 其实像我有个案例就是说 尤其像这种 媳妇对公公婆婆 这就是一个距离 那有一个是再婚的 就是再婚的 那么他前面两个都有 他们夫妻都是再婚 那先生呢 他有他的记子 那太太呢 还有自己的女儿 那这状况里面 这个先生那记子就说 我今天有非常多的 很好的理财工具 现在有很多理财工具 这记子就出来 跟那个新的阿姨说 这个你也买一下 那个我的理财工具很好 所以这理财工具要10% 有10% 每年至少保证获利10% 那当然听到自己的记子 大家要OAN一下 那也叫他自己的女儿 也OAN一下 这种很危险 那他还想说 介绍给他亲朋好友 没想到 这介绍完之后没错 刚开始还领了几期 这个利息的 不错的 结果半年不见了 昨夜利息要给的时候 记子不见了 所以他就说 这是你的记子 你跟你的老公的孩子 不是就是你要负责吗 他就讲 对 可是这是我老公的孩子 就没办法 他就到他家去丢鸡蛋了 那就是因为 他是婚姻关系的产生的 你就要背着责任 那个记子也跑掉了 这个先生也气得半死中风 OK 所以要小心 你要讲说 对于姻亲 不管哪一边 姻亲的层级 到底亲等或什么 他就是姻亲 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做得到 大一面亲就讲 这是我跟我老公 或我老婆 就我们夫妻两个事儿 其他人都不要进来乱 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个 也许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就你们夫妻两个事儿 你以为就真的没事了吗 一峰 是 媒体上面传出来的 来营一个政治大咖 对 然后是不是有涉及到 家暴的问题啊 所有这些 大家都在讲说 对 是这个来营政治大咖 是这样吗 怎么会 怎么会对包括老婆 甚至因为连媒体报道 连队小孩是不是都有什么 要杂 类似要杂东西 没杂到 对 类似像这样一些事情 对 这个事情其实 出来的时候 大家是蛮惊讶的 因为我们以前看到他们的时候 都是一家合约 对 尤其是我们都有在 共同的俱乐部 所以呢 你看到他们的时候啊 你是会觉得他们 因为政治人物是这样子 有时候你在政治的场合 你当然要 就是笑容 可举嘛 对不对 可是我们看他们私底下 也是好好的 也是好好的 可是呢 后来呢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发现真的是 是有猫腻的 他们说这个新闻 是怎么会出来的 就是因为 这个蓝营的政治大咖 在家里有时候情绪 会比较 比较激动 然后呢 会骂这个女生 骂他的太太 然后有时候呢 小朋友 写功课比较慢 也会被骂 然后有一次很严重的是 出去玩 出去玩都是很开心嘛 然后呢 去住饭店 去住饭店的时候呢 又说要去饭店的餐厅 就小朋友就吵闹 就说 可不可以不要再吃这些东西了 我们难得可以出来 离开了台北这边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吃点小吃 结果他就抓狗了 他说 哇 下面是分分地位 下面的姿势 我们要出去吃东西吗 你这东西怎样 啪 然后妈妈当时觉得说 哎 你不要这样子嘛 这样子 这样不好 结果妈妈也被骂下去 甚至有一些肢体做事要怎样的一个动作 好 后来陆陆续续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就一次比较严重的 就是小朋友只讲错了一句话 反正爸爸就问他一些功课上的事情 小朋友就答错了 答错了他就要拿手机 要丢 所以妈妈就很紧张 那他也知道 因为就是男生比较壮硕 女生的身材是比较瘦小的 那你这样的话 可能真的会有一些伤害到小朋友 还是赶快打电话 请楼下的物业 叫他们去通报 所以新闻就出来了 一通报下去之后就没有秘密 可是这样从头 你来爬梳 你会觉得非常的奇怪 这个东西每次都在外面 而且他们是一家一起做工艺 如果你这几年 真的都是在一个家暴的边缘 你怎么还有办法 在大家的面前 这样手牵手一起出来 但是我们回头去 去看 在俱乐部里面 我们后来就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爸爸跟小孩 或是妈妈跟小孩 就是很少很少 大概接近来一年 就是没有一家三口出现了 都是个别 对 都是个别的 但是我们那时候不会觉得 不会觉得怎么样 因为有时候你去运动 那可能就是爸爸带小孩 那有时候吃东西的时候 就是妈妈带小孩 因为它是 我们那个俱乐部是两边不同的 所以你会觉得说 那也是应该的 可是当看到这新闻的时候 大家就会想 是不是有这个原因 然后新闻出来之后 其实我觉得对小孩很可怜 因为他们还是会出现嘛 当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里面的浪距里面 所有的人都会行注目里 就是这样 然后小朋友就会显得有点 有点 到底要不要跟大家打招呼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小孩来讲 其实受伤最大的还是孩子 其实每一次如果要涉及到媒体上 不管你说有没有什么家暴 什么那些问题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对孩子 到底会是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 可是如果你照媒体上这样一个报道 美文 有一些人大家就会觉得说 对 这个世界真的是公平 不管你们家是个政治世家 媒体上报道像他太太 家里面也是个企业大家族 是 不管你们是什么样的人 这种问题还是会存在 其实说实在 很多人会觉得说 好像有暴力的人都看得出来 所以每次我们看到这新闻都好惊讶 可是事实上所谓的家暴 很多人他在外面是一个 蚊子彬彬的样子 甚至你在外面越温和越蚊子彬彬 你内心的攻击性 没有地方释放的时候 在家里亲近的人身边就容易释放出来 那请问一下 如果在外面蚊子彬彬 有没有可能在家里粗暴 然后把手打伤了 然后这些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 那要看他的理由是什么 这时候都可以问他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先保留我的答案 对 所以是真的会是这个样 因为刚才小峰讲的跟你讲的这样 就是你平常怎么看都觉得他们好好的 但想象不到家门一关以后 竟然家里面会是一个阿修罗地狱 我们其实蛮常遇到这样子的案例 然后都会让我们还蛮吃惊的 可是事实上这样子的关系 他们可能从早期就开始了 例如说言语上会比较大声 通常都是有机可循的 但是会随着亲近程度 或是例如说结婚更多年 就越有表现 因为你在 例如说我们在父母面前 是不是很放飞自我 我们在越亲近的人面前 会展现越真实的样子 那他不是说什么 哇 为什么外面就很正常 他出去做公益活动 一小时 然后出席活动 经过小风15秒 他当然不会表现 在亲近人面 在家里我们可以穿得最随性 脾气也是表现最真实的样子 所以就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情况 对孩子到底会有多大影响 这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对孩子来说 他也很有可能 他就会觉得 我的爸爸妈妈是不爱我 他对外面的人就好好 但对我就这么不好 他去做公益 对别的孩子都很温柔 在家里我只不过讲一句什么话 就要骂我 所以孩子会可能 这个可能会 不确定他们实际家里怎么样 但如果有这种反差比较大 孩子会容易有 例如说缺爱的现象 他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甚至他在以后的关系里 他可能都不太敢相信说 你现在对我的好 是真的吗 是 OK 可是这整件事情中间出现 因为如果照媒体报导的话 这样 说其实报案不止一次 说有报警察局的 有报家暴中心的 其实这件事情在整个 在舆论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有人在讲说 那为什么报完没有后续 因为大家都觉得 尤其你一旦到了家暴中心 势必会有一些的处理 可是会有一些是不需要处理的吗 或是换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照媒体这样讲说 对他那个老婆感觉上 一直在压抑着 在容忍着说这些 可是如果万一到哪一天 真的想打离婚官司 你总要有证据嘛 对 你如果中间都没有 那你在后面要离的时候 你凭什么 那他要怎么收证 收证最重要 因为收证会保护你 收证很简单 第一个 你可以自己放录音机录音 第二个 如果今天他摔东西的时候 那怎么办 你如果把那碎片 例如说玻璃杯碎片 能够捡起来 或者是说用拍照 把它拍摄起来 表示什么 表示真的有这件事情发生 有时候用相机 去拍摄 他手机把它摔坏 再拍摄 第三个 你怎么知道是我摔的 是你摔的 你摔了以后还嫁祸给我 这个对 对 所以我有录音 我有编录音 然后之后 好好有证悟 然后拍照 那如果今天来不及录音 没关系旁边有孩子 对话 爸爸这样 或者是怎么样 他就这样 所以有这个对话 甚至有时候你用LINE 安慰 虽然刚刚那样子 我们还是先忍耐一下 我们把资料保留起来 甚至跟你家人 亲近的闺蜜 好朋友讲 我真的 我很难过 就是被打了怎么样 这些未来可以当证据 那你就说 那干嘛收证 我一定要打官司吗 不是为了打官司才收证 因为尤其他维持一些 外观性的时候 不管是企业家 或什么都好 那这时候 有时候我们在离婚 有两个方法 一个叫做什么 诉讼 另外叫谈判 所以今天他就会 你如果今天我有证据 或者你今天没有 我们讲一个没有证据 我要跟你离婚 就是因为你家暴 你拿出证据来 我没有证据 那你怎么跟他谈 那反之 如果今天你要打官司的时候 我们要谈离婚 那你拿出证据来 有 我不但有什么 我有录音 我有拍照 我孩子的赖对话 我还有我闺蜜 都可以帮我证明 甚至我都有打过好几次 保全等等 那这样情况下 那请问一下 我们可不可以好好的 理性谈谈 要么是继续 要么就是你要不要赔偿多一点 这个让我觉得 可以补偿的东西 而且法律上就是 原则上是一罪一罚 也就是你今天骂人家 也不要说罚不罚 你今天打人家一次 不好意思就要赔一次 你打五次就怎么样 就要赔五次 所以全部如列出来 会对你最有保障 OK 偶然我记得你算是 在节目里面分享 你那就是前面 婚姻过程的时候 中间有几段 因为中间我印象中 好像有牵涉到 就你前面有牵涉到 包括毒品的问题 包括家暴的问题 那这些你过程 当时 当时你也是 只能够隐忍着 然后不犯吗 其实当时他 在外面真的就像 美文讲的 他就是蚊子冰冰 非常有礼貌 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 展现过他最真实的一面 所以我就假接说 我要来台北出差 然后呢 没想到 我以为他会带小三回家 没想到他是带 全部公司的人 在我家里面开毒爬 全公司 全公司 请问他是做什么的公司 冰葬公司 然后当时他也可以 可以跟我试运说 那个谁在我们家吃饭 然后东西就这样 往桌底下藏 可是他在跟你私下相处的时候 他有对你家暴胜过 直接用拳打脚踢的方式过吗 有 我以为他是不是吸毒 虽然毒瘾犯了 才对我家暴 结果后来发现没有 他是本来就有家暴的习惯 最严重的家暴是 就是警方介入 然后我头发直接一整戳 都被戳扯下来 然后当时他 所以你是假法 没有这是真法啦 已经离很久了 离很久 离很久 所以是头发被扯下来 对他当时从 他叫他的公司员工开车 然后直接锁后车门 然后他从副驾跳到后座 然后把我头压在后座这样 是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当时我们吵架 因为他外遇的事 是他外遇然后吵架 对 还是恼羞成怒 你那时候会不会 惶惶不可终日 对心理的压力或各方面 看到他就会开始 怕家不敢回 类似像这样 就连他躺在我身边 我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我一定要就是靠 身心科的药物 才有办法睡着 因为我都会做噩梦惊醒 很可怕 那时候已经去看身心科了 对 已经去看身心科了 OK 美娥 我们就讲 我刚刚为什么要请教欧罗 因为那个心理压力的状态 是刚刚如果照欧罗刚刚讲 你是连睡在那你都不敢入睡的 是的 他会变成是这样子 没错 其实在刚刚听Aurora的故事里面 会发现他好像对人都好好 那我们在心理学里面 就会发现这其实有点 讨好型的人格 讨好型的人格就 蛮容易就是会被操控 被欺负 甚至就欺负不敢讲 所以这边也要提醒大家 我们预防胜于治疗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定要在一开始 例如说对方开始讲话大小声 摔东西做事要动手 他还没动手 这时候就已经要知道 这是一个讯号了 那一定要先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是最重要 保护自己有两件事情要做 一是一定要有安全堡垒 什么叫安全堡垒 就今天你 哇他只要一摔东西 你马上夺门而出 你要去哪里 你要有地方去 那再来就是要准备好 随时可以动用的 至少一笔钱 紧急资金 那保护好自己 遇到危险马上撤离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先做准备总是没错 OK 婚姻当然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那所以如果 综合来宾所讲的这些的话 可能在结婚以前 多知道一下你对方 他整个家庭的状况 但是结了婚以后 是不是大家还一定要 这么样的 mudge的在一起 还是维持某种程度 有点黏又不太黏的关系 那婚姻是不是能够 更长长久久 值得大家一起深思 OK 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的观看 正正有词 我们下期节 拜拜